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普总统的那个时代大涨 疫情前两年有跌 还是大涨 今天工资金局赚大钱 既然赚大钱 那就应该把一万块派给需要的人 所以这个可能对大家来讲是好消息 当然前面我要讲清楚一点点 如果大家不需要这个一万块 大家也不需要去讲到什么反乌托班 怎么拿了一万块 怎么我们的子孙变成那个鱿鱼游戏 我们的子孙变成那个饥饿游戏 你也不需要去这样子去讲人家的 知道吗 因为很多人的确在疫情两三年封城 最近疫情又起了 搞到真的需要一笔钱 让人家重新站起来 重新做回来 重新恢复 你总得有一笔钱给人家 几千块多好 最好是一万块 总得需要这笔钱 让自己的生活重回正悔 但他一直拿不到这一万块 那边就 阿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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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来 他就到处去借钱 不然到亲戚那边去借钱 本来很轻的 本来是很轻的亲戚 一借钱 就变成了深仇大恨 一讲借钱 又没有亲戚 这个人很现实的 你有钱的时候 他就来 你的妈妈的 妹妹的 婆婆的 姑姑的 衣衣的 表姐的 表妹的 表哥的 表弟的 的 我跟你说 就来跟你搞这个东西 一个那些钱 弟弟都不借给你 哥哥也不借给你 有些父母都不借给你 这都是很现实的 所以 人到落难的时候 我们就不要去踩他 因为 目前 这个大马 很需要很需要 这个一万块工具金的人 还是非常非常非常的多 而且非常的多 如果 这段时间 等不到的话 怎么办 是不是 所以 NAZIK 的预测 一个关键日子 就是 哈利来亚 Oh my god 假如今年哈利来亚 他没有提出这个工具金的话 真的是 Oh my god 我跟你讲 那个后果呢 会非常非常严重 那个后果呢 会无法呈现 几乎没有 这个一万块 艾西娜 恐怕就没有哈利来亚 可以过 来 我们先看一下新闻 当然 这个一万块的工具金提款 绝对是他的一个政治手段 绝对是一个什么 你讲难听叫做救命稻草 就是什么啦 那个神使存完关键 你到时不投我的票 艾西娜要不要拿 一万块要不要拿 哦哦哦哦 又投他了 他最终他会有这个效果 就到最最最最最最 那个关键的时刻 他会这样子的 所以呢 他现在你看 他老婆说要选举了 他就来跟你讲这个东西 他说 开在节之前 有希望给你们提出来啊 他主要是在那个工具金 要派利息了嘛 派洗之后嘛 派洗之后 一派开在节之间 其实不用等派开在节 就是前一个月嘛 就是那个莴莎的宅账 会在接月的时候 在接月的时候 就开始用钱了 就估计就是4月 现在2月要结束了 然后3月4月 大概就这段时间 就可以申请 所以可能可以申请 3月多到4月 因为你申请的话 还要摸很久,一个月才能够拿到钱 总之在开价之前,他一定会给的 人家说,不给啊,不什么? 哎呀,你们不要想太多了 其实真正能够拿的人数也是有限 也不是很多,而且公寄金局最近赚大钱 他派息5.2-6%,实际上公寄金最近赚的钱更多 因为到处的股票都大涨 你看,我们马股也过了1600 所以公寄金不是投我们马股,要投很多外国 最近都涨,美股大涨 你既然能够赚到钱,你要准备一点钱 把这个,就是最后一笔,你这笔给了之后 就没有了,就没有人吵你了 他就不会再成为一个政治话题了 所以现在连国门呢,你看Dominic老都会讲 哎呀,给不到一万,你给五千啊 给不到一万,不是给五千啊 所以,这样的,事情就是这样子的 如果你不需要这笔钱,也不要落井下石 整天去教他们,这种行为是很好 但是呢,需要这笔钱的人呢 他真的是非常的需要 就好像,你没有得过病,你没有得过癌症 你不是看人家得癌症,头发掉到完 你嘴巴不敢笑,你心里在笑他 我跟你说,是不是很多人 这样子嘛,你自己得过你就知道了嘛 但人家落难啊,疫情封城啊,这么多人落难啊 这两年啊,一千块都拿不出来 这笔钱呢,对他们来讲呢,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然后呢,你一个政府呢,你一个国家呢,一些双民呢 你也不需要去阻止这些需要的人去拿这一万块嘛 他没有这一万块啊,他什么事都做得出来 跟你讲啊,不然那个槟城大桥的人又满了 到时候,哈利拉雅说他没有这笔钱啊 我自己去槟城大桥看一下 然后那个下面的水鬼又来了 哎呦,我才做一个小时水鬼又换人啊 哎呦,我才做半个钟头又换人啊 这次真的不可以了,知道吗 三年了啊,三年了,封城的后遗症还在啊 没有收入了,而且呢,还有更可怕的事情 我们看一下,更加可怕的 所以你知道这一万块拿不出来的话呢,后果很严重 各位观众朋友,东东抢,东东抢,东东抢完了咯 现在呢,通通斩啊 什么东西现在你能涨价的就起啊 因为很多东西他新年之前呢,他不敢起的嘛 他现在新年后呢,起嘛 新年之前买东西呢,加上前天情人节 对,他很多都是用offer价 很多商家都是用优惠价卖东西给你啊 现在新年过后呢,剩下的这14天呢 没有项目的日子啊,白日子啊 当然恢复原本的价钱啊,不然就起价啦 很多都是之前的新年降价一下 然后现在呢,现在是 那个元宵结果后就开始涨了 所以够力了,你家没有给人家拿一点 那个EPF出来的话呢,如何应付 这个四季盒就算也会涨啊,最近都会涨啊 然后猪肉呢,已经排名了,起 昨天的新年,猪肉起20% 华人要吃猪肉吗?猪肉起咯 这个没有办法,起20%算好了 还好不是起200%,200% 很多肉起啦,那个Daya的那个圈呢 他说又起了 但那个鸡肉呢,没有办法解决 猪肉只是华人吃嘛 那个华人,有些还有钱啦 占20%对他来讲小菜一点 但是在马来人呢,你不可以长鸡肉啊 你长鸡肉的话呢,这个国家会崩跪啊 鸡肉贵一点点的话呢 你叫人民吃什么东西啊? 这个 这个他们不能吃猪肉,就是吃鸡肉嘛 鸡肉就是主食嘛 鸡肉再长的话怎么办? 他现在又没有办法控制了 控制不了了 然后呢,这个俄罗斯到底要打不要打 那个油价呢 如果再充到150美元 这样去爬背小 就是跟你讲什么都会斩啊 150美元的那个浪力运出费呢 通通斩嘛 飞机那个油通通斩嘛 就是哈姆兰跟你斩到完啦 就恢复 以前我们两块钱的那个 那个时代大家还记得吗 那时候那时候还在打工的时候 哇,那个车油两块钱啊 还有那个半个月薪水都打油打到完去哦 然后今天当然最出名就是LV涨价了 等下人家就讲了 哎呦,饭都没有人吃了,还买LV 然后把它也涨了 通通都涨了 然后只有一个东西呢 薪水不涨了 最近炒得很厉害哦 但是那个啊 这间日本公司Aeong呢 这个永万呢 Aeong 不用讲 政府有没有落实1500 那是政府的事 那是你们的事 Aeong先跟你斩1500 啊 因为没办法 他要吸引那个人才嘛 哎 你在别的地方做工 1200块 你在Aeong呢 start 一进去 Aeong一收你 1500块 所以啊 要不要跳槽 啊 所以呢到时就很多青蛙会跳过来 哎呀不要讲青蛙啦 哎呀不要讲青蛙啦 这个公司与公司之间跳槽呢 当然是很合理的 因为你们坚持1200块嘛 人家开出最底薪呢 1500块 这个很现实的很现实的 没有办法 刚才你们看哦 通通起价 猪肉起20%肌肉 他现在控制不了 控制不了又会涨了咯 人家油价又涨了 很不难都涨了 你薪水没有涨的话怎么办 叫人家人民怎么办 好啦 所以这个 虎啸人生今天带给大家的消息 就是这个 Nazic 他还很积极的 帮大家处理 这个1万块的事情 会不会拿到1万块呢 就看Nazic的本事 就看Nazic的表现吧 实际上 他马来人这样多了 马来人没有钱过哈利拉雅 他没有办法他一定会给的 这个大多数家 这个华人就占马来人管不了 没有办法 因为接下来2月跟3月了 东东抢 东东抢 那只怎么办 那只怎么办 猪肉也起 鸡肉也起 鱼已经起到 不知道起到什么天价去了 什么起 那个菜也起到 比肉还贵 什么 所以接下来这两个月 大家要面对的问题 如果没有一点点 这个资金的补充 因为很多人 来来去去 就是差那几千块 他这几千块 可以让一些人 从这两三年的封城当中 闯一口气 重新开始 他的人生 所以你为什么要阻止 人家去拿呢 是要讲到 拿了他1万块 现在呢 国家会变成反乌托班 这个讲法都讲得出来 哎哟 是不是 人家现在没有拿到 这个1万块 到处都是阿龙借钱 借到 本来他讲过亲戚50个 现在呢 0.5个亲戚都没有 这已经是反乌托班了 知道吗 但是1万块呢 你就可以解决了很多很多 他们所面对的困境 是不是 好了 就看Nazic的表现吧 今天暂时报告到这里 我们下回再见 我们下回见 我们下回见 我们下回见